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点如果你挡住的话 白旗这个时候它马上就有靠 斑 粘的变化 因为这有断 然后又走过来 这时候黑旗往这尖了一手 这不起很损 因为它把这个点三三把它走掉了 就是说这个点三三几乎就不成立了 然后把它爬了一个 在这个时候我当时来看了这盘旗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你们一定要判断 刑事判断 还有看对方的每一步旗能不能加以利用 就是说旗的效率就是 如果该我补旗 我有哪几种方法来补 这个都很重要 那么说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旗点到这 它得到它应得的东西 应得的什么呢 应得的便宜 就是黑旗为了补这个断点 它尖 然后白旗粘住 这样白旗这一点便宜了什么呢 便宜到这个旗 这个脚就没有旗了 它等于是至少赚了十木旗 但是黑旗爬回来这一步旗它没有去理解 你损了你就应该得 这时候怎么得呢 这应该贴起来 不能让它回家 这步旗不要看这步旗说 未来你可能就把这个吃掉了 这不是一个纸的问题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 贴起来之后这一袋就很薄了 它有很多手段 比方说这个旗 大家都很清楚碰 斑 断 是这个纸的变化 还有特殊的下法是什么呢 特殊的下法是尖到这来 你挡住 然后呢 这呢就有个夹 夹到这一手 这一手你如果再长 这时候 黑旗就直接立下去 就直接立 所以说那么说呢 像这样的局面 然后这一部旗啊 对外面也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旗贴下来之后呢 这一袋啊 都是空 都是实空 现在这爬了一个 这就是被白旗 白白便宜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是旗啊 是在不经意中间 损掉了 这是一个好手 点一个 他问你 这是相关联的好手 如果你挡住 他就搬住 捡 爬回来 这时候不能跳 因为这个时候跳啊 这有个尖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旗立下去 要吃掉它 搬住 再跳 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 本局最后 最后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误差 就是走成这样 因为白旗 有一个透点的好手 造成了实控 大幅度的接近 甚至在超越 然后白旗这一段呢 他达到他预先 预定的效果 是什么呢 先前大家看的 这是黑旗 很广阔的一个形式和局面 被他一断 黑旗忍让了两步之后呢 这一代啊 后卫幕 还有实控 荡囊无存 白旗跳出来之后呢 这一代相反 还有自己 还有后卫幕了 这一进一出 差别和这个很大 现在呢 这个时候啊 这盘棋其实就是到接尾收 接尾的阶段呢 又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 在这时候 现在如果是抢控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部棋是很大的 这是立收关子 但实际上呢 现在大家应该要注意 还要看棋的后薄 现在本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往这飞 如果飞到这 应该是白旗优势 因为从施工来说 我们可以大家来判断一下 现在十木旗 十五木 十五木 二十木 这十木 二十木 就是四十木 因为这块还没有围起来 四十六 五十木旗 飞到这 跳着都先手 这几乎都有快十木旗的一个价值 这就接近六十木旗 黑旗呢 十木 十三 二三 三三 三十五 四十四 四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三 六十多一点 所以说如果像这样 应该是白旗 立转 但是呢 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 这个旗我刚才说了 这个旗如果补的话 对方要跳下来 这个旗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子 但这部旗呢 它是极数 如果从关子角度 它叫立 也叫立收大厂 现在白旗 它碰一手 扳 它顶住 然后长一个 断掉 走到这个局面呢 可以看得出来 白旗成功的把黑旗压制住 压到底线去 从木树和自己又成了一个外式比较起来 这个旗白旗得利 但这个利呢 得的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黑旗全部安定 白旗呢 这个旗也不存在生死的问题 然后呢 实战这个旗 黑旗把这一 先一跳一走 一冲一走 然后这个时候 黑旗是往这点的 粘住 然后把这一贴 贴到这儿来 胜负又开始 波动 从现在的实控来说 应该是白旗好 但是呢 从厚薄来说 这个旗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旗 点 粘 贴住之后 这块旗没有活 黑旗的这个外式 得到一定的发挥 如果白旗往这走 黑旗往这搬 那么说呢 未来啊 这一代旗啊 也会变为 从后式 或者有木的旗 变为 孤旗 那么说 再经过 深层次的推理 刚才 白旗在这里 得了一定的利益 得了这个外式和后式 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来判断 是叫后卫木 但这个时候呢 如果 黑旗 猛烈的攻击白旗 那么说 这一代呢 这个后卫木 就荡然无存 所以说 经过这个推理来说的话呢 白旗在这个地方 下的是有问题的 最后呢 这盘旗呢 是白旗赢了 但是呢 就说 出现了这 这几点问题呢 就说明 对理解 就是说 对这个后薄的理解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这盘旗 我就为大家讲到这 我们再摆下一盘旗 这局我们讲的是 欣赏篇 就是列老师 列月平老师 在七十年代 和日本选手下的一盘 对局 这盘旗呢 虽然已经经过了 三十年 但是呢 它的构思来说 到现在 对我们旗迷朋友 我觉得 可能都有一种震撼力 列老自黑 中国流 在当时来说 我们只要拿黑旗 一般都是下中国流 这个局面 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局面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反了 这个旗 列平老师 是直白 现在呢 找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他来构思 他说正常的旗 你现在逼到这儿来 如果你不走 现在 黑旗 拆过来 白旗这个子 它就是孤旗 如果你要走的话 走到这儿 黑旗 坚住的话呢 这个旗的效率 也很低 为什么很低呢 因为这 这一边呢 有白旗 有黑旗在 然后 如果你不走的话呢 黑旗未来是点压 你很困难 如果你走的话呢 黑旗 往这儿一围 这就太大了 如果往这儿下呢 黑旗不会老实的往这儿下 它会压住你 走 然后再退 这未来有段 所以让你很麻 因为这个旗啊 黑旗在这儿 以后未来它还有飞 有斑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白旗啊 对我们来说啊 都很 都很难受 可能有的选手呢 他觉得这个旗 可能要走到这儿来 他觉得这很轻嘛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话 我定型的话 白旗可以靠 你搬住的话 我一退 你不断点的时候呢 我得肩回来 可能他会是这样去思考 所以说呢 他这个时候 他就有可能是往这儿挂 然后你飞住呢 他也有可能这样 清零的飞 或者脱退 这都 这都有可能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块姑且 而且你行旗 不是那么自然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烈老 在这个局面下的构思 他第一 这个其实不能脱先 我刚才说了 黑旗逼住 第二 如果拆边也不可能 第三 挂脚也不行 那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呢 他用立向思维的方式 来选择这个下方 他现在是走到 这一点 这一点看起来 就觉得很飘 为什么呢 怎么能把围棋下的五路上去呢 五路上这个棋 就是属于中间 中间行旗 很飘 很难唯控 但是呢 这个棋 他有一直两用的好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走到这 如果黑旗这么来 白旗 跳下去 就相当于是当时我逼住的时候啊 你现在你单关 我跳起来 这个棋型很舒展 而且未来呢 还有靠 联班的下方 当然黑旗不可能那么老实 黑旗 选择的是第二种变化 拆一 他告诉你 如果你胆敢进到我的领土 那么说呢 我就要惩罚你 白旗跳 黑旗 绝对的一手 靠起 扳 再压 再压住 像这样的一种 从五路 五路送控 一般情况下 在围棋 我们下围棋 下的比较多的棋友 一般很难见到 在五路上 特别是在布局阶段 这样一压就压五路 为什么呢 因为五路线围控 它的效率太高了 但是呢 这一局啊 就不一样 现在呢 它正到这儿来之后呢 下一手 它相关联的变化 就是点三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啊 是黑旗啊 两翼张开 它两翼张开 正好点三三呢 它有一个小 一个说法 虽然这个说法呢 不是绝对固定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是能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两翼张开之后 白旗点三三 总是要让黑旗的一边 拆边的一个效率低下 这时候是绝对不能打到这儿来 打到这儿来 提掉 再打 白旗一贴 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黑旗解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不能完全注重于角控 白旗贴起很厚 这个纸就明显伤害 所以说呢 在这个局面下面 黑旗贯彻意图 现在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布局是告一段落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结果 我们可能就会有所感悟和领会 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黑旗呢 这里 它为了它应得的空 特别我们现在要强调的 特别是这个旗 白旗到底便宜了没有 因为现在大家来看 白旗这一代啊 并没有围到多少空 特别是失控 这一代了不起 就是一个后卫目 那么说你损了这么多空 这么多空呢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值不值 其实呢 我们要算一个账 我们要去 我们对任何变化 我们都要抱有理解 就是说去了解它的态度 去分析它 第一 如果黑旗这里有子的话 这损空就很大 为什么呢 这是八目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二十三 这二十五 接近二十五 二十五目旗 但是呢 现在呢 我往上压 我没有算二十三目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旗啊 黑旗 跳一手 这一代啊 就没有那么多了 它露一个风 这是旗一 旗二呢 黑白旗啊 整体这一代啊 在压的时候 他得力了没有了 他得力了 他得什么力呢 他第一 他这地方有五六目旗的墓 后尾墓 这第一 这要扣除 第二 他真的先手 本来啊 他怎么想 怎么下 他在这里啊 都要落后手 但是呢 他现在在这个局部啊 他真的了一个保护的先手 没有后一阵的先手 就是说 我这个先手 我走完了之后 我为了抢这个点三三 一个大厂 但是呢 黑旗啊 他后遇所当很严厉 这个不能真 这个不叫真先手 这个 这个叫下旗很盲目 现在这样的一个 他真的先手之后 你又攻不到他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刚才这个点三三 这个三三呢 他肩冲完了之后呢 请大家看 这个指的效率低下了 这个指效率 白旗这个飞和这个飞 本来这个旗 才对外面有帮助 现在我一压呢 他这个旗很重复 所以说 现在目前大家来看这个变化图 实际上呢 是白旗成功了 我们现在反过来 稍微来看一看 还有什么 另外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白旗这个 这一部旗 这个构思啊 是独具降性 这在当时啊 是很少 很少见的 因为当时下这种旗呢 很多 但是呢 并没有像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下这样 这样一步 我们现在呢 再来反过来 再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结果 压住 压住 像这样的局面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反击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像黑旗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旗其实可以考虑什么呢 可以考虑 如果因为当时的旗 旗的水平 跟现在 叫现在而言来说 相对来说 从理论各方面来说 都是有 有一定差距的 为什么说这样的旗很 烈脑在这 这番旗下的很棒 因为三十年过去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构思 依然可以感觉到很有时 很有时代感 和他的那个全局的观念 是不过时的 是可以经得起推敲的 那黑旗呢 这部旗倒是有些问题 黑旗这部旗 正常的来说 如果走到这 可能就更 有大局观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这已经很厚了 现在呢 我跳到这 我阻止你 倾销我 我跳到这之后呢 这一代形式啊 明显是两翼张开 比较广 在第二呢 我有两个好点 第一个好点是 我当关 这就成了一个 立体的 模样式的 唯控 正式 第二呢 我再靠出去 这就不一样了 因为白旗 如果再往这搬 退 再压 再退 再压 再压 再退 如果走成这样 请大家看看 这个跳 就完全的限制了白旗 这一代的发展 白旗 压了 损了空 在第二点 这一代还是姑旗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白旗如果要在这儿去补旗的话 也是很难受的 因为就像走成这样 把它连起来 如果你再去点三三的话 那么说呢 请大家看一看 这整体来说 黑旗还是对白旗 还有 攻击的威力 点到这儿来 对它全局还有攻击 所以说现在呢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 来看原来的旗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白旗 的构思下得很好 而且这个旗 构思啊 就说这也是唯一的魅力 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局面的特点和特性之后 你可以下出自己有想法的旗 这样的旗 不管是怎么样的 就水平高和低 它的旗下起来都很生动 一盘旗不在于下出一个妙手 而是在于下出你认为 适合这个局面的下方 下出自己的旗 现在呢 黑旗是按按着白旗的套路去下 所以说呢 它这个布局啊 就下的感觉就呆板了 在当时来说的话呢 在当时来说一个前提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旗 还有一个背景 一个什么背景呢 在当时我们下这旗的时候 当时是叫中日交流散 还不是叫中日对抗散 当时因为日本的水平比我们高 所以说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我们来下 下这样的一个局面的一种 其实说 它是需要有魄力的 然而呢 走成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还有个别的下方的武器 我们可以看这个构式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去 以现在观点去延伸一下 现在它先 这个是先拖着一位吧 我们能考虑挂 这个是我们站到白旗的一方去思考 它是因为像这样的旗啊 它是经过推理的方法 就像刚才走这一手旗 它走这也不行 走这也不行 那它为什么要先点三三呢 因为这是它全局的一个构思的一个连贯性的下方 它在走这 它就会想到未来是怎么走 我们现在去思考一下 当时裂老在下这棋的时候 它的什么想法 如果往这挂 它肩顶一走 然后如果正常一跳 黑棋跳起 然后黑棋现在中间去分段它 跳起 那么说呢 这一代呀 本来是很厚实的棋 还变得有点孤了 然后这一代也是孤起 它这个点三三的自然呢 就会通过压制它 而把这个点三三呢 保护好 所以这个下方也是不可取 那么说 如果点到这儿来 白棋能挡住吗 这都是要考虑的 就是我们 我现在跟大家来摆的呢 是对这个变化进行了 透彻的一个 透彻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下棋作为 不管是白棋好 黑棋好 只要是职业棋手 它的想法是很周密和周全的 如果我们只看一个结果 它点了你这样挡住 你无法感觉到 它这个棋下的多么的深奥 和多么的有水平 为什么呢 因为它隐含了很多很多变化 如果是这样走 这个棋 黑棋损控太多 先手把白棋送活之后 白棋再往那里拆 这是活棋 那么说这个棋是不成立的 如果退 它斑章是先手 那你这也不行 如果搬到这儿来 它这个下法可能性也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粘到这儿 这一打吃 这两个子正好限制它 所以说最后才会还原到 这个结果 粘住 粘到这儿来 白棋往这逼住 最后就成了这个实战 这个棋这个变化 说老实话 它栏高在哪里 高在它走这儿的时候 它已经想到这个点脚 黑棋最强的是怎么走 我白棋怎么去应对 这个结果 然后最后这个得失 它要通过全局去判断 这么多变化 要在下这一步棋的之前 全部都算到 这期讲座就讲的这 谢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